哈喽大家好,我是醉,欢迎大家来到《缺黄石色的实况》,对着你说这场比赛来自于阿贤和老贵 好,阿贤开场选出,轰玩对面K一战啊 哦,开场闪,闪踢嘴的特别漂亮 看老贵有没有超强的这个操作啊 开场两次CD,不断试探,再对一次对手中招 轰玩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能 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进攻效果,跳动的压起身,轻嘴闪,飞吸 后跳过来对手还用一个跳动的鸡压 哎,但是一不小心被揪了,红玩利用这个板边的优势,开动了跳动的鸡压式 但是也没有奏效,被对手提的能量闪了出来 老贵要发动第一波进攻,看到究竟能不能行 好,抢空,抢下篮 红玩的拳脚感觉是优于老K的啊 我就踢上去 你看红玩再来一个地方,重头压起身,轻腿开BC 一波BC开过去只能熬1S招了,其实1S招也是蛮强的 十四里面,好多1S招都责任非常非常小啊 接着看下一局 特别是这个1S招,可以穿一切啊 普通招直接穿过去可以 接着来看老贵的海恩 这下可以了,老贵非常擅长的一个阻力 轻腿两点接反摇 好,落地重拳莫BC速度非常快 怼道救出上必杀呀 漂亮的一招 好,而且瞬间被搞到残血 一套两气连,哎,起身红玩头 漂亮的一招,现在哎呀,一波CD刚过去 就等你跳,就等你闪身了啊 其实角落闪身特别被连到之后特别痛苦 就怕这一招刚CD 跳一下 跳出压过来了 这时候起身又被轻腿点到 一波BC,手刀接必杀 好的 这一波红玩操得有点强啊 但是还是没能逃过CD的制裁啊 毕竟血量不行啊 接着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来看阿贤的瞬赢出手 看瞬赢这波实力如何哦 我们是没弹 瞬赢起身 小高TD对手一个TD跳了过去 瞬赢呢 哎,两点三点,卡下篮 压中断接头 一个闪身之后能想骗到对手吗 好像并不能啊 看瞬赢后面还有没有超强操作 好,跳起来抢一下 反身位并没有中 反而被海恩直接连到了 哎呀 其实一般情况来说 这个反身位非常容易中啊 反身位择清腿 但是老贵的这个反应又得太强了 投几拆 来看前充能不能稳住 背标反差 连续几波反差 瞬赢来了 跳重腿压住 起身开BC 一波操作怼过去 跟他说拜拜了 接着来看老贵最后一个角色了 老贵后面打的有点不小心了啊 咱们来看老贵的瞬赢 瞬赢方的第三位也是非常稳的 现在双方都有一颗气 但是阿贤只有半管血 有能量的情况下血量少一点点也没有问题啊 进攻 何况这才是阿贤的第二个角色 优势很大哦 想用闪现快速打一个中段伤害 这招在高手高端局之中 经常见到啊 经常见到高手用这一招 一挨刺激向前冲 然后打一个中段 让对手防不胜防 但是你速度必须要快 如果慢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好进攻 都是基于超快手术情况下才可以有这种完美的操作 哎 闪现过来看阿贤 时间一点点在消失 阿贤如果 阿贤不行了 两气大招直接收掉 必须收掉 不能再跟阿贤耗下去啊 好的来看下一场 下一场阿贤的八神出场 来看八神这波怎么样 八神有四颗能量 对手直接大爪子跳动 加起身 跳起地刚一下 哎 八神了 八神擦 啊 两点BC开了 回花 生龙取消必杀技 必须要接 半滚雪先撂他一下再说 来后面八神起身会什么都起身 到cd对手闪出 其实老龟也非常清楚 在角落非常危险啊 八神追击 好 闪现 他向头下盘 不可能的重腿并没有确认BC 应该是也没有猜的 哎 青脚 翘C 反身为百合者 枪 谢峰 看这个动作就知道抓谢风了 葵花三世 生龙取消八只女 漂亮 阿贤这一次又完美的收掉了老龟 结束战斗 我们直接来看下一局啊 好 这一局是非常完美 下一局来看老龟 他表示不服 他肯定是要接上一笔的 这一局的话老龟有一个比例啊 昏王我们俗称 但是在十四里面比例好像也很强 用好的话 属性还可以啊 但是面对昏王的这种高属性的拳脚 确实显得有点力不从心 清脚飞吸 闪手刀 插一下 这次老龟是有个随机人物的 压一下啊 清水闪三踢队上去 来看对手有点慌了啊 顿时有点慌了 最佳 清脚 对手是几波闪现 红王呢向前追击 哎 红王放出 就是想跳地香 再跳一下 飞吸 看几波飞吸 这个比例究竟是要做什么啊 清腿开bc了 哎呀 一S招之后很伤 再看比例认为没有什么好办法呀 只能一拳一脚的进行前置 但是他现在没有能量 就非常难受了 只能来到下一场了 看老龟的主力要出场了 老龟的海恩出场 看阿贤能不能稳得住他 好 对手反差 这一波 清脚中脚 能不能连住 好 中断并不能打招 再带中断 看老龟开场就压得非常狂啊 哎 cd接比身啊 中了 但是好像每一次都是阿贤率先用红丸杀到的第二个角色 这就让阿贤非常的主动啊 老龟显得非常被动 接着看下一局看阿贤第二个角色 这一局阿贤就更主动了 因为他气非常足 好看这一场老龟能不能稳住 阿贤的花四颗气 这是满气状态哦 反差一下顺应中拳末奖跳中的压下来好 则反身位中了 烟特招上天 好的一起伤害打满了 赏现之后想折一个中断 并没有打到 但是还是被强制破防了 哎呀 反身位怼一下 拜拜 几波防御还是没能逃过顺应的制裁啊 接着来看老龟最后一个顺应来了 看他这个顺应这一波有没有完美操作 是没带 现在老龟有三颗气啊 浅冲 但是他已经是最后一个人了 他应该小心一下中脚被摸 哎呀 摸到之后就上 yes招 能量冲拳 并没怼到青脚点他一波 哎 cd 能冲拳 cd 好漂亮 两气大招上 因为到了关键的时刻 该放max大招他就要放了 能冲拳对一下 好 也在大爪子 青脚再点一波 跳cd 嘴过篮一点血了 跳 后面再跳 青脚cd 前冲 结束战斗 各种狂压 各种硬压制 大家来不关注 每天更新近一段视频